据New York Post报道 安东尼福奇博士6月8号警告说 源自印度的新冠变种病毒 正在英国年轻人当中迅速传播 该病毒将成为美国最为普遍的病毒毒株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表示 他担心所谓的Delta变种病毒B16172 感染数量可能会超过传染性很强的 英国变种病毒B117 并警告人们不应该让这种令人担忧的前景发生 福奇周二在白宫新冠特别工作组简报会上表示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 这是接种疫苗的有利理由 这位传染病专家指出 确切的情况已经在大洋彼岸上演 福奇博士警告说 在英国Delta变种病毒是迅速崛起的主导的变种病毒 占感染新冠人数的60%以上 他正在取代B117 他还补充说 当与他们的卫生当局交谈时 印度变种病毒在12到20岁的年轻群体中迅速传播 这一年龄段的群体也是我们所担心的群体 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接种疫苗 福奇表示目前Delta变种病毒感染者约占美国确诊病例的6%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福奇博士发出这一警告之际 拜登政府正在面临批评 称强生公司的数百万剂新冠疫苗 在本月底到期前有的风险 然而白宫一直在为可能存在的疫苗剂量的浪费进行辩护 拜登新冠疫情应对团队的高级顾问安迪斯拉维特表示 指望一剂疫苗都不会浪费是不现实的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至少有63%的18岁以上成年人至少接种了首剂的新冠疫苗 然而拜登总统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 即在7月4号前达到70%的疫苗接种率 到目前为止只有13个州达到了这一里程碑 华盛顿州上周末成为最新一个完成该指标的州 据BBC报道 最先在印度发现的一种新冠变种病毒 正在英国一些地方引发感染病例的增加 专家为此感到担忧 专家表示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Delta的变种 甚至比肯特或Alpha变种更加易于传播 而且目前已经在英国成为病毒的优势变种 它有可能阻言英国在6月21号放宽社交限制的决定 尽管现在入院人数仍然维持在低位 在英国出现的印度变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目前有好几种印度变种 但是一种被称为B16172的变种似乎在英国传播的更快 一些地区已经在进行巨浪式的大规模检测 包括博尔顿和布莱克本 以确定受感染者 但是这可能并不会阻止病毒的传播 英格兰50岁以上的人群 及临床易感人群的第二针疫苗正在推行 以更快的保护更多人 第二剂将会在第一剂接种之后8周进行接种 而不是11到12周 最新的研究显示 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在两剂疫苗接种完毕后 对新变体高度有效 但是接种一剂之后的保护率却似乎有所下降 关于不同的病毒变种 我们知道些什么 目前有数千种的新冠病毒变种在全世界传播 病毒从来都是不断发生突变的 而大多数的变化都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有一些甚至会对病毒造成伤害 但是有一些却可能令疾病的传染性更强 或者伤害性更大 而这些突变往往会变成优势变种 但有最令人担忧的变化是那些变种被称为虚观重的变种 会受到官方卫生人员的密切监测 这种变种包括以下这些 那么变种病毒呢是更加危险吗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任何的变种病毒会对广大的人群造成更严重的疾病 与最初的病毒一样 最高风险的仍然是长者或者是有严重的潜在健康问题的人群 但是一种感染性更强 而危险性相当的 病毒的本身就会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造成更多的死亡 对于所有的变种病毒防止感染的建议仍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 以及对空气流通保持警觉 这些突变是如何运作的呢 专家们所担心的变种病毒都是在极蛋白上发生了变化 这正是病毒与人体细胞产生连接的部分 Delta变种出现了一些可能的非常重要的突变 这可能令它更易于传播 英国官员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它会造成更严重的疾病 或者是令目前的疫苗效率降低 与此同时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另一种在印度传播的相似的病毒变种 学名为B1617 列为虚观柱的变种 其中一种被称为N501Y的突变 同时在α、γ和β的变种当中出现 它似乎令病毒感染其他的细胞 以及扩散的能力更强 β和γ变种同样是一种关键的突变 被称为E484K 它可能帮助病毒避开抗体 抗体是免疫系统中帮助人们去抵抗感染的关键部分 专家们最近发现少数的α变种也是出现了这种变化 再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疫苗对变种病毒仍然有效吗 目前的疫苗是针对较早的新冠病毒设计的 但是科学家们相信它们应该会有效 虽然有可能效力有所下降 实验室研究显示 由疫苗或者过去受到感染而激发起来的 能够抵抗感染的抗体 可能对于Delta变种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有效 不过接种两剂的辉瑞或者阿斯利康疫苗仍然能够让被感染者免疫重症 真实世界的数据显示 辉瑞疫苗能够抵抗新的变种 尽管效力稍有下降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团队的数据显示 这种疫苗对于α变种的抵抗力仍然一样 它面对β变种之下的保护力有所下降 但是应该能够避免重症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γ变种 或许是可以抵抗新冠病毒康复者体内的抗体 一些早期的结果显示 莫德纳疫苗对于β变种有效 不过其积极的免疫反应可能稍弱 以及时效稍微较短 变种是否就意味着要追加注射呢 专家们有信心 现有的疫苗可以通过改良更好的来对抗新变种 英国的政府已经有与生物医药公司Covac 达成了协议研究应对未来变种的疫苗 并且已经预定了5000万剂 依据变种病毒接下来的发展这些疫苗 有可能在今年稍后被用于长者 或者是临床易感人群 最后再来看一篇来自于BBC的分析文章 随着新增病例的下降 印度各主要的邦政府都正在放松封锁的限制 但是解封背后的隐患忧存 疫情与经济之间寻找平衡并非易事 印度疫情致命的第二波爆发之后 医疗系统一度激进崩溃 医院缺少床位 氧气缺货 火葬场无法应对大量的增加的死者的遗体 不过到5月底 确诊病例开始从最高的高峰逐渐下降 这一趋势持续数日之后 印度的各地政府已经开始纷纷解封 首都德里和金融中心孟买都在部分解封的城市之列 但是在疫苗接种之后和病毒变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之下 专家们非常担心依然存在的隐患 也有专家建议印度当局谨慎行事 疫苗接种速度仍需提高 到目前为止 印度已经接种了超过2.3亿支新冠疫苗 但是在印度14亿人口当中 只有不到4%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两针疫苗 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的人数仅占该国人口的10% 这主要是因为印度现有的疫苗剂量仍然严重短缺 目前只有三种疫苗产品获得印度当局的批准使用 两种在印度生产制造的疫苗 第三种是俄罗斯生产的卫星5号疫苗 印度还在努力争取加快全国的接种 为此印度政府已经订购了3亿剂未经批准的新冠疫苗 印度联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 印度生物制药公司一种未命名的疫苗 正在进行第三阶段的试验 在前两个阶段已经显示出积极的结果 这份价值2.06亿美元的订单是印度政府首次签署一份 尚未获得紧急批准的疫苗 印度政府允许私立医院提高付费注射疫苗的价格 这就偏向利好于城市地区的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 而对于农村地区穷人和妇女在获得疫苗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 此外特别是在印度农村地区还有很多人仍然犹豫是不是要打疫苗 医疗系统压力仍然存在 印度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减缓 6月初报告每日增加的感染病例约为十多万例 那么每日的是超过了2000多例的死亡病例 这些数字已经远远低于一个月前印度记录的每日近40万例的新增病例 到2021年6月上旬 印度公布的新冠病毒确诊总病例数已经接近了3000万例 死亡超过35万例 但专家们说实际死亡人数要高得多 实际感染病例数字也被低估了 在印度的第二波新冠疫情当中还出现了很多毛梅菌病病例 也是被称为黑针菌症 在曾经感染新冠或者是正从新冠感染后康复的患者当中发现 对这个缺乏医疗情况的一直存在的国家 印度的医疗系统的压力仍然很大 变种的病毒威胁仍需跟踪 另外一个隐忧是 首先在印度发现的Delta变异毒株 其传染性致病风险到底高出多少 仍需进一步的跟踪观察 BBC的新闻网卫生事务编辑米歇尔·罗伯茨说 目前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任何的变种新冠病毒会对广大的人群造成更严重的疾病 但是一种感染性更强 危险性相当的病毒本身就在未接种的疫苗的人当中造成更多的死亡 张家说Delta变种出现了一些可能非常重要的突变 这可能令它更利益于传播 记者解释说目前的疫苗是针对较早的新冠病毒设计的 科学家们相信它们应该会有效 虽然可能有效力有所下降 实验室研究显示 由疫苗或者过去受过感染而激发起来的能够抵抗感染的抗体 可能对Delta变种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有效 印度解封不得已而为之吗 由于印度的新冠防疫封锁不少的企业关闭 在2020年的封锁当中 制造业和出口业都大幅下滑 上亿印度人丢掉了工作 失业严重 印度不少官员称在疫情之下 抗疫和经济发展之间应该达到某种平衡 否则很多人虽然防住了病毒 但将死于饥饿 因此和其他的国家相比 印度虽然疫情仍然比较严重 但政府在宣布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时 各邦开始放松防疫封锁限制规定 德里首席部长凯里瓦尔说 如果新感染数量继续下降 将宣布更多的防松措施 他还补充说 他的政府正在为第三波疫情来袭做好准备 疫情封锁放松的举措包括 印度最大的快速交通系统德里体铁 6月7号开始恢复运营 但客运量减半 该市的商店将轮流交替营业 以限制市场或市场内的人员拥挤 在孟买商店和餐馆已经可以重新营业 但商场和电影院仍将关闭 当地火车本认为是城市的生命线 但也将每天只运营几个小时 在北方邦除少数地区之外 大多数地区取消了防疫的封锁限制 但每天晚上和周末的宵禁仍将继续 哈里亚纳邦允许商店商场和礼拜场所开放 但限制不能允许超过21人同时进入 也允许举行婚礼葬礼和社会聚会 但限制每项活动人数在21人以下 尽管印度的官方公布的新增病例数量有所下降 但并非所有邦都选择可以重新开放 即使是那些已经开始重新开放的邦 也是在分阶段有条件的谨慎解封